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随时心中有道 心中有活 心中有道随时就有道 心中有活随时就有活 如果你没有就没有 所以为什么 有空的时间我们就练弥勒救苦真经 我从2月6号练到现在 到今天早上刚好练了1299次 我每天都在统计 我用一个表就一直压 你看如果你在半日上 我没有回答你 你不要见乖 要原谅我 如果我回答你那一句 那一处的练经就算没算了 因为没有练完你知道吗 已经快要完了 我回答你就会忘记了 重来 套到手套 借主 借主说快要压着 每天你一直压一下 每天一直压一下 空膛就练 你知道书语讲一句话吗 说超超到 超超就到 你每天在练那些经典 呼唤了圣贤心 他会不会到 他就在你身边 有多余的经历 不要讲是非没有用的 浪费你的人生 多练经 回向给自己 回向给亲人 回向给 冤亲债主 都没有关系 灵愿未已绸缪 还没下语 就未已先绸缪 俗语一句话 够减贪 较不散 游泳我还是在练 空膛我就一直练就对了 对不对 从那个地震之后 我就从2月6号 苏扭说要练10万次 我跟他说 我从今以后我不会停了 因为我在练经的时候 我已经领悟到很多 领悟到 人真的要沉淀下来的时候 不然我们的眼神就一直在扩散 一直在扩散 一直在浪费掉 你末年的时候眼睛就会 不要闭上来 八分钟就一直练 明天就有时候会被练 有手吗 没有手把他背手好不好 尤其是老婆 菩萨你背不守一定要更要背守 知道吗 因为我们人百岁连后 归空的时候 归空的时候 第一步的工作 人家会换经典给你听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换经典给你听 你已经躺在那个地方了 如果你有手和没手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如果有手会使你镇静 用经典来引导你走一条好路 对 如果你没有手你听不懂 剩下三个字 这是什么 吵死人 是不是 吵死人 躺在那边你听不懂 吵死人 对好可惜 我们就已经这种程度进入到这种班了 迷路就口中间一定要把它练手 它是有用的 走暗路了 还是你心比较胆战 还是自己比较恐慌 还是说情绪不稳定要练 因为常常会恐慌的时候会得到忧郁症 如果你练的时候 陷入在你身边你就能静下来 我们不要遇到了那一天才练就来不及了 很多人得忧郁症 得忧郁症什么原因你问他他也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你为什么在恐慌的时候紧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练 他不懂 不懂 所以有空的时候不要浪费掉 如果你不会练明的救人士最起码你一直烧五香烧碗香 好不好 是不是所有仙女全部都请来身边的 对不对 你是烧心香 来过五香 第一关的宿情 第二关亲情 亲情 对 我们宁愿把你的小孩子教育好 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来 你听你的课他听他的课 我三个小孩子都在这个地方跑来跑去长大了 帮忙排椅子 帮忙排东西 帮忙洗毛巾 帮忙扫厕所 他们一路上就靠着上天先我给他们的福报 他们书都读得不好 三个都是流血回来 都读了世界的名校毕业 但是在小的过程中我给他们很自由的 读得真的是不好 我儿子班上四十五位同学考得不错 考得四十二赢 也赢了三个 有的时候我开完车说 儿子 你干脆剩下三个啦 全部让给他们 我们从后面算来就第一赢了这样 但是我不知道我让给他们 他们赢不了我也不知道 那三个一定差很多 一定差很多 你知道吗 我就相信上天先 每天晚上去打扫喉堂之后 我就在那边客手五百客手 我就到他的房间里面去翁成行 你大头大脸 他脸很大 头很大 你大头大脸 你读书会第一名的 你会读第一名 你是现在比较忙 忙着看电视 忙着吃东西 比较没空读书 你会读第一名的 我每天都做这种动作 就是神想观 用我的理念 透过神 就一直灌输了 你会提名那种理念给他 就给他 我就一直练 明天烧香 明天晚上火葬打扫五百客手 他在睡觉 翁成行 你大头大脸 你读书会第一名 你头脑比别人多 你读书会第一名的 你是比较忙着吃东西 忙着看电视 每天呛 第二个学期 就进到三十七名 就进到三十七名 你知道吗 到苏联级的有一次 哪个情绪店会来给我看 爸爸帮我看一下 坐很小看不太清楚 你看 第一名 我说有没有作弊 没有 没有作弊 怎么那么厉害 爸爸 你说我如果考第一名 要给我五千块 有没有 我说有有有 如果你儿子 考四十二名 你敢不敢说 如果你考第一名 我可以给你一栋房屋 敢不敢讲 当然敢讲 impossible 不可能的 对不对 考四十二名 要考第一名 怎么考的 如果你苏联考在十文尺内 如果你考一百分 我给你一栋房屋 你敢不敢讲 当然敢讲 不可能的数据 做不到 对不对 当然你看 透过孙相关 为什么有用 因为我有在修 我有在办 我很诚信 我会将我的德气 转换给我的主女 转换给他 这个成绩都可以查 成功果小 是可以查的 一定查得到的 那真的是四十二名 当然他现在 他现在 他现在 抽到美国的利卡 又在主加州大学的研究的时候 抽到利卡 美国在那些 打电话给他 翁成行先生吗 是 恭喜你 你得到我们的美国乐透利卡 你知道我儿子听到这种话 怎样 挂电话 诈骗集团 挂掉 第二天又打来 翁成行先生吗 是 恭喜你 你得到我们美国乐透利卡 挂掉 诈骗集团 第三天又打来 你是翁成行先生吗 是 不要挂 你是得到我们美国乐透利卡 最上网查 挂掉 对方挂掉 对方把他挂掉 然后上网去查 真的 有我的名字 怎么来了 我连谁个字都没有 怎么会有我的名字 他就回来讲 他吃完 大姐说我在美国读书 以后我们钱家的名租添下去 几年后你应该戳到 他刚好要去美国读书 刚好去美国读书 那就省一年 大概可以省到将近五十万 一般一个小孩子在那边读书 大概花一百三十万台币一年 他现在大概是七十几万就过了 七十几万 他的书运很好 他要去读书的钱刚好要买房屋 刚好跌到谷底你知道吗 跌到谷底 买了 租给人家 收住进读书 我不用伤脑筋 我也不要去想 我有一个在美国读书 他要打工也可以 他现在已经是美国人了 他受到利卡 一切命恩 这个除了感恩之外 你看还要怎样 还是要感恩 怎么没有显化呢 你还以为你福报 你还以为是你运气好 开什么玩笑呢 对不对 那都是真的 真的 对不对 所以小时候帮他带到最后 耳如目染 耳如目染 小妹妹 爸爸姓姨吗 不是我 我原来是姨老师的女儿 我看很多小儿子都在这里跑 跑到最后也都长大了 也都长大了 对 我那二女儿现在在大学班里面当领班 那个也是在这里跑长大的 也是在这里跑长大的 读书也读得不好 是谁考九分 我们还要到餐厅吃饭 庆祝啊 对不对 能考到九分了 庆祝啊 是不是不简单 所以你们当父母亲的 不要对主女的要求太严格 一路上寄望的你的主女都考第一名 很残忍你知道吗 你沉良心摸在这里摸摸看 摸一下 自己有读过第一名吗 自己都没有 要求你的主女要读第一名 过年的时候有没有做那个膏跪啊 那个膏啊 那个母子 毛啊 怎么印就是什么形状 她会考九分 怪谁 没有那个品种会生出那种材料出来嘛 对不对 反正记住一句话 老婆如果骂了 说不要骂也不要吵 好 就是有那种基因才会生那种小孩 不是你就是我 我承认就是我 就是我 就是我 你只要承认我就是我 我们男人嘛 对不对 就是我 就是我的品种 那就好了嘛 这没事了 不然怎么办 打死他 他要考一百分吗 说台湾的母亲 父亲 观念是错误的 他视觉不好 就不要去补习 太可惜了 浪费这种精神 他另外一个领域 强的地方 补那个地方 越强的地方 越补那个地方 不好的地方不要补 那钱都是白花的 打死了 气死了都没有用 那是他的弱点 为什么在他的弱点 加压那么多 浪费他的清闻 损失了他的信心 哪一个科系补了 哪一个科系就不要补 补那强的那一颗 赚钱的事情不用怕 三个三个天文 我很厉害 都没有办法我赚钱 这个中文最差的 我考试 我就是中文把我拉下来 我本来是省一种的料 就被这一颗拉下来 就都再补一花下去 补一花你知道吗 对 就都一花下去 对吧 但是我想不到 我当时考试考得最差的那一颗 现在我很喜欢 我讲话的时候 讲这种话有钱可以赚 人喜欢听 上一口 上一天文 天文 那些东西 没有帮忙我赚钱 没有没有没有帮忙 我读了那么多 所以不要去强压你的小孩子的身上 他的短处 你不要去期待他怎样 所以我三个小孩子都在这里跑来跑去长大的 我很高兴给他们很快乐的成长 最重要学习到道德 服务有因果观念 是不是 不是 这样就好了 他说你的花电机嘛 从小就在那边插地板 炒厕所 排东西嘛 他到那里去都有人喜欢他 因为他是服务别人习惯了 服务别人习惯了 有机会就上台表演 你知道吗 他现在当领班 当领班要英文要什么都很厉害 你看 有看到他是你们的领班嘛 有没有看到上台表演国业 找机会是不是打机 后来是不是蓝图 是不是 对不对 合唱团是不是伴奏 伴奏啊 现在是拉小提琴 感恩道场 感谢道场 就在这里有这个平台 他有这个机会 你根本不用怕这个小孩子 没有工作可以做 最不好他可以去教钢琴 最不好他可以去教兰湖 对 那个和数学都没关系 他现在是做贸易 做得很成功 做了三十几个国家 我很不好意思讲 我前天去检查身体 他陪我去 很温馨 你知道吗 那个手机一钉他看了 接着一张订单 讲出来好吗 我问那时候赚多少 他就当下算一百多万 对 你看我们的付出上天都会看到的 我在上天线我面前讲 白杨山盖我之前 我每年一定要了一百万 因为我是一个龙头 我不能蹲下去 我不可以蹲下去 我这个话讲给谁听的 讲给谁听 上天先我听 给我安心 这是我这三十几年里修办的一个经验 我是从一个触手空间什么都没有的人 一个穷小孩 在这里修炼 一路上上天给了 小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一切都很顺 婚姻 身体也都很顺 树叶都很顺 道场也不断的在膨胀 这些活的看板 活的经验 小孩子也都成长了 三个都从外国去留学回来 很感恩都没有变 都没有变掉了你知道吗 没有说到美国去就变形了 没有都没有 我现在这个女性 她是留学德国的博士 读了那么多的书 来这里都在端苦力 端影响控制照相 旅游的时候她都负责拿水 拿开水给你们喝的 你不知道她是留学德国的博士 混沉沉在这里做 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 赚多少钱是他们自己的命运 能服务众生 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地方 人生本来就是这样 这是上能的快乐 留在人家心坎里的 给人心坎里心中有你的存在 这是最好的 所以小朋友 你不是要教他很多的东西 找一个好的平台给他 他在这里耳濡目染 他就晓得要有道德 要有服务 要有因果观念 他自然而然的成长过程中 到哪里去你都不用怕 都不用怕 所以这里情景 我为什么要写那么多 就是有这个原因的 你本身自己也是要成长 家人听了这个 进阶班的好事之后 你要坚持你自己的预助力 进阶班要一步的一步的上 最后我会在讲书班等你们 好不好 好 最后祝大家 谢谢 谢谢